自Facebook以来美国最大的IPO特斯拉 竟离上市首日高开约35% 美东时间11月10日周三 电动汽车制造商Vivin在纳斯达克上市 股份代码为Vivin 发行价78美元 融资规模达120亿美元 是美国史上最大IPO之一 按发行价计 Vivin的市值为764亿美元 凭借其初始估值 Vivin的Data将超过传统汽车企业本田汽车公司 并与福特并在齐驱 相比于今年10略IPO的沃尔沃的公司 估值仅略高于180亿美元 更是甩出一条街的距离 华尔街建文稍早前文章提到 作为亚马逊持股高达20%和福特共同撑腰的公司 Vivin受到市场热捧 可能也不足为奇 随着世界正在试图摆脱对石油燃料的依赖 这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 投资者认为Vivin正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受益者 另外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 由于美国央行和政府前所未有的刺激措施 市场现金充裕 无疑将会推动市场指数达到更高的峰值 并且随着投资者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IPO创造了创纪录的一年 它仅在9月份才开始生产和交付车辆 而研究公司NukensX的首席 执行官戴维特雷纳David Trader 则向CNBC表示 该公司的估值意味着 未来十年的产量将达到可笑的水平 同时 魏必因计划建立起自己的快速充电网络 供驾驶员使用 帮助购车者解决没有足够的充电桩等主要问题 该公司多年来聘请了几位前特斯拉高管 包括工程师和制造业高管 帮助他们建立业务